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弗洛伦斯 塞沃斯 文 安娜伊斯 维之勒 图 武娟 艺 从前有一只小恐龙 它一个朋友也没有 因为它把所有的朋友都吃到了肚子里去了 每交到一个朋友 它都很努力的想忍住不去吃它 但是每次的过程都一样 当小恐龙遇到一个友善的人 就坐下来和它聊天 过了一会儿 它觉得肚子有点饿 好像有人在胃里挠痒痒 于是它悄悄地 左看看 右看看 想找几只蚂蚁解馋 很快 小恐龙就觉得很饿很饿 但是它非常喜欢这个新朋友 想请它到家里玩 或者一起去海边 悲剧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小恐龙终于忍不住 扑到新朋友身上 一口把它吞了下去 对不起 对不起 小恐龙赶紧说 可是已经太晚了 它把它的新朋友又吃掉了 这天早上 小恐龙又吃掉了一个新朋友 这会儿 它孤零零的 一个人坐在大森林里 它想 也许自己不再会有朋友了 宝贝 你想和它交朋友吗 想着想着 它伤心地哭了 呃 呃 再想到过不了多久 它又会饿 小恐龙就哭得更厉害了 呃 呃 这时候 一只老鼠从它身边经过 它叫莫罗 来自另一片森林 小老鼠 小老鼠会不会被它吃掉呢 快走开 小恐龙冲它喊 快走 不然我会吃掉 不然我会吃掉你 莫罗 你动不动 别担心 我会让自己变得很难吃 只要念一个口诀 我马上就会变味 那你念口诀了吗 小恐龙问 嘿嘿嘿嘿 我变过了 莫罗回答 小恐龙这才放心 给莫罗 讲了自己的故事 听完小恐龙的故事 莫罗说 我很想做你的朋友 而且我们肯定能做到 但是你先要吃饱肚子 我来给你做个蛋糕吧 我可是很棒的糕点师 莫罗一边念口诀 一边打开旅行箱里的 秀珍厨房 做了一个大蛋糕 他切了一小块给自己 把剩下的都给了小恐龙 你看 莫罗说 我做蛋糕的时候 你并没有吃掉我 明天我们可以再试试 我敢说 再过三天 我们就可以做永远的好朋友了 到了睡觉的时候 小恐龙和莫罗 互相道了晚安 莫罗找了一个隐病的地方过夜 因为他睡觉的时候 不能念口诀 第二天早上 莫罗又开始做蛋糕 你得练习 忍住不吃我 你看 现在 现在我就没有念口诀 小恐龙 看了看正在烤的蛋糕 觉得 他烤的实在太慢了 小恐龙 忍不住 扑向莫罗 一口 吃掉了他 但是 他马上 又把莫罗 吐了出来 莫罗 真的很难吃 哦 小恐龙 并没有吃掉莫罗 天哪 莫罗说 幸亏 我赶紧念了口诀 好险啊 小恐龙 小恐龙很高兴 口诀 真的很管用 但是 他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没脸看他的朋友 没关系 莫罗说 我相信你 你一定能做到 再过两天 我们就可以做 永远的好朋友了 晚上 小恐龙问莫罗 你 为什么 不一直念口诀呢 那样 你就肯定 不会被吃掉了呀 因为 没有危险的时候 我还是喜欢 自己的味道 好一点 莫罗回答 第三天 莫罗告诉小恐龙 今天的蛋糕 要考很长时间 而且 他也不想念口诀 小恐龙 爬在地上 哭喊着 我要吃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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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没有吃掉莫罗 因为蛋糕 已经考好了 莫罗 充满信心的说 你看着吧 只差一点点 我们 就成功了 我觉得 明天我们 就会成为 永远的好朋友了 第四天 莫罗的脸色 很奇怪 他的一只胳膊 绑着绷带 我的胳膊 骨折了 不能做蛋糕了 莫罗说 你会很饿的 非常非常饿 但是 我不会念口诀 你要吃 就吃了我吧 来吧 吃了我 小恐龙马上说 别担心 我来做蛋糕 但是 你要教我怎么做 好吗 就这样 小恐龙 开始做他 这辈子的 第一个蛋糕 哇 小恐龙 他会成功吗 他 系好围裙 打开袖珍厨房 然后 打下鸡蛋 撒下面粉 撒下糖 开始 努力的 做蛋糕 让我们 一起来帮 小恐龙 加油吧 他 终于 做好了 而且 真的没有 吃掉 他的朋友 哇 小恐龙 好棒啊 蛋糕 烤好了 莫罗 突然摘掉 胳膊上的 绷蛋 我的胳膊 没有 股胀 他说 我 骗了你 你不会怪我吧 小恐龙 一点也没生气 正好 相反 他感到 很自豪 很幸福 因为 他终于有了 一个 永远的 好朋友 最后 他们两个 一起 享受着 美食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小恐龙 独自去改正 自己的缺点 有点难 可是 有了小老鼠的 鼓励 就简单多了 宝贝 现在你愿意和小恐龙做朋友了吗 每天我会给你们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更多有趣故事 可以订阅我哦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